那我很好奇你剛開始三年期 剛剛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大概起薪是多少 我15年前起薪32000到36000 15年後還在這裡 請問一下你會有一些業外收入嗎 不然的話這很難活啊 當然就是 不好活啊 你要還卡在也很難啊 有抽成嗎 有啊有抽成 就是我們剛剛講威士忌 五千塊 五百塊 對對對 然後看你一個月開多少 接下來就指名 然後掃進掃出這些東西 指名的話 因為我們就工台會每一週ROCK 然後所以客人可以 就是提名你多做15分鐘 然後付一千塊 我們抽九百跟人家抽一百 好我們要再來跟大家聊到的是 推廣的文化 因為我知道現在因為這個 華登初上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 很好奇在酒店裡面的文化 坦白說條通這邊已經是 幾十年都是這樣 對對對 好像有一點點視為虛擬 再加上疫情的關係 可是這一波讓大家勾起記憶 有點復古 有點有趣 尤其我看Netflix的論壇上面 就很多以前在日式酒店打工的 那些姊姊或少爺們 上去分享 然後就像勾起回憶這樣子 好好玩喔 你就可以知道它還原程度 真的有到百分之八十 是喔 所以各位那個不是只有編劇 所以說想像出來 事實上很多她們都有考究過 對 她們真的很努力 看Siana她其實也是幫她們當老師 教她們怎麼樣 對 就像這些桌面服務 怎麼樣給這個毛巾 你要做什麼樣的姿勢 然後你要怎麼樣 有一些手腕可以講話 但現在其實Siana花了很多的心力 在做文化的推廣 對 它就形成一個酒店的文化 但是這個酒店文化 也看到條通的歷史 我們只是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門後面在發生什麼事這樣子 但其實還是要回來 再告訴各位觀眾朋友們 完全不推薦去酒店上班 就是大家聽完之後覺得 好像日式酒店還不錯耶 客人也滿單純的耶 Siana不會喝酒都在裡面上班了 還可以混得下來 還可以混得下來 那我可以去上班囉 因為我最近就會收到 有一些女孩子就是說 好奇這個行業 對 然後或者是我真的生活過不去 我想要去酒店上班 但我就會講說 我 因為我自己個人本身 我是比較樂觀 然後比較正面的 開朗一點 對 然後 比較觸避的 我會把這些負面的或者是 因為後宮甄嬛算 真的每天都在演 喔 你看 女人多的地方 真的後宮甄嬛算 每天都在演 都來都去還是有累 真的很累 然後我自己會把這些部分遺忘掉 對 但不見得妳有辦法像我這樣子吸收 或者是像我這樣子抗壓 所以完全不建議請你們三思而後行 如果真的要進來酒店上班的話 不管是台式或日式的 我絕對沒有在美化酒店這件事 我只是在告訴你們 我們在日式酒店是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有很多負面的是不願意講 是因為我不願意想起而已 是 對 但不代表沒有發生 所以你可以講一下 妳有就是心裡面最苦的 然後真的讓妳 也曾經想過不想做這個行業的嗎 因為我脫離日式酒店超過十年了 就是我自己當老闆已經超過十年了 應該這樣講 所以當小姐那時候的苦難 其實認真說得有點模糊了 有沒有被欺負 當然有啊 我是新人 然後我又是裡面最年輕又最正的 怎麼可能不被欺負啊 對啊 怎麼可能 請問人家這種什麼方法欺負妳 比如說幫我翻譯錯誤 因為我不會講日文嘛 一定要靠前輩先稍微翻譯嘛 那客人可能對我有興趣 然後講了什麼 那但姐姐不願意幫我翻譯 因為她聽得出來 這客人是喜歡我的 對 但她要把這個客人 那為己有 當然 所以她就會故意翻譯錯 那又或者是 譬如說她會跟客人說 我跟你說剛剛Sienna 她用一種眼神 她瞧不起妳 然後妳自己還很天才的在那邊 然後妳還在微笑 被賣掉還在幫人家數招票 對 因為聽不懂日文啊 謝謝啊 阿里卡特的真的是謝謝阿姬 對 然後姐姐不管講什麼的時候 然後她會跟你講說 妳就這樣回答 然後我就喔這樣回答之後 然後被賣掉了 對啊 都會喔 那個是新人啦 久了以後其實就換妳欺負別人了 我拿 我不會 我怎麼會做這種事 回到我們來講的文化的推廣上面 因為我知道妳們現在有一個 好特別的實驗室喔 然後這個叫做 情域實驗所 很好玩喔 這個實驗所裡面 竟然有很多的正公 來膜拜 其實要拿交幾招 怎麼樣有很好的手腕 我老公為什麼喜歡跟妳們在一起呢 就是因為我在林山北路 然後我覺得林山北路是 酒跟情慾的匯集地 那我想說我有酒了 我想要做情慾相關的 因為我個人覺得就是 現在的社會只會約炮 不會談戀愛 對 然後我們的性教育 越來越倒退 對 然後 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輕輕如筍之都知道她有包裝吧 對 是一個穿Bikini的女生 然後這樣子欸 對 請問一下現在有哪一個 飲料品牌敢這樣做 但我們的性教育卻真的是 越來越倒退喔 然後我們的性教育只剩下 十四十五張 就是剖面圖 對 但是沒有人 然後其他都是在網路上搜尋 看了那個又不正確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可能 因為現在的社會比較自我一點 是 追求自我完美或自我成長 所以妳就會忘了跟另外一半去做磨合 然後一點點事情我就覺得我受傷了 天塌下來了 這個人是渣男 這個人是渣女 對 然後完全忘了我們要怎麼去磨合 去容忍彼此這樣子 所以現在就很多離婚 離婚率很高 分手率也很高 大家都不敢談感情 對 那情緒實驗所的話 我們有辦一些心法課程 心法咧 對 比如說像我就是專 我就是比較會跟異性做互動的 那我就會來教一些心法課程 比如說教妳怎麼跟男生做互動 然後妳怎麼開啟話題 然後我也請一些業界的人來教 譬如說交友軟體該怎麼聊天 對 然後妳該怎麼塑造自己的形象 還要塑造自己的形象喔 對 第一印象很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有 性技巧課程 性技巧課程 對 我請台灣的AV女優 來教妳如何幫另外一半口愛 真人事分嗎 當然沒有啊 我們有道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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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情趣商品啊 對 然後 教妳技巧 對 然後我請 AV男優來教妳如何 變換姿勢 讓女生的感覺不會斷掉 性愛的時候 對 然後我有 姐姐下巴掉下來了 我有猛男老師來教妳如何 如何 如何邊幫另外一半按摩 邊撩其他想做愛的情緒 其實坦白講這個部分 好像是蠻需要的 因為很多人 避會不會去觸碰 對 也不會去談 對 然後妳可能到了一個 階段跟年紀的時候 妳的身心的疲累 工作的壓力 有些時候妳根本就是提不起進來 但是其實 妳知道那個肢體的接觸 是讓人很紓壓的 對 因為亞洲人真的很不會 抱抱 親親 這一些親密動作 尤其是交往久的 或者是結婚久的 像我們就是 真的 夫妻還一個走前面一個走後面 對 因為我們 我們就是最多男生客人 已婚的男生客人 會來我們店喝酒 對啊 然後所以他們就會 講說家裡的抱怨工作壓力 然後或是家裡的婚姻關係 什麼之類的 我們都是會聽 然後會站在他的立場 然後會跟他一起 給一些不正確的那些 建議之類 然後因為我們不認識他老婆 也不認識他老闆 所以我們會站在他的立場 就 對啊 這樣子真的很不行 然後再給一些 就比如說 我覺得妳可以怎麼 跟妳老婆互動 什麼什麼之類的 再給一些不專業建議之類的 比如說妳可以舉個例子嗎 比如說我前一陣子 才幫我的前男友 前男友 他是外國人 美國人 然後才幫他諮商 他跟他老婆的部分而已 諮商他跟他老婆 好好好 然後咧 對 他們兩個人感情 就是他們已經 就是生了小孩之後 然後女生 就是他老婆的性慾 已經非常之降低了 重心都在小孩身上 然後再來就是工作 女生就是比較辛苦 就是他要照顧他的原生家庭 他要照顧老公的原生家庭 他要照顧小孩 然後他有時候 真的會忘記怎麼當女人 然後男生就會覺得說 我這麼努力賺錢養家了 妳為什麼還不給我我想要的 這樣子 我也盡量幫忙整理家裡 帶小孩了 妳要我做的事情我都做了 那為什麼妳還在生我的氣 我那時候是跟大家講說 妳把妳的小孩就是送到朋友家 一天就好了 妳們兩個去約會 兩人時光 對 兩人時光 試看看這真的是老梗 這個不會不專業喔 我覺得這個蠻好的喔 這真的是老梗 但我說妳有沒有試過 他說其實我試過了 然後我說還是沒辦法嗎 老婆說不要 老婆不要 我說再試一次 再試一次 因為他可能是心疼妳花錢 真的會 會 他可能是心疼妳花錢 他可能是 有各種種種的想法 因為他會想比較多 講起來理由都合理 我說妳就是要幫他把這些理由 全部都先解決掉 好 然後在這之前妳還要先鋪陳 妳還要先鋪梗 鋪什麼梗 鋪梗 妳要先多抱抱他 先多親親他 對 然後讓他呈現比較放鬆的時候 妳再問他說 要不要我們兩人來約會 我以為就直接跨過去 他的答應會比較高一些 就是他答應的會比較高 機率會比較高一點點 對 所以很多男人是不是 會去找另外一個 外面比較離我比較遠的女生 去聊我真正心裡面的話 事實上他把這話 並沒有講給他老婆聽對不對 因為老婆就是他主要溝通者了 他如果可以溝通 他幹嘛還去找別人呢 說的也是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在創傷長大的 是 然後有時候很多啦 有時候很多 兩性的創傷 是源自於我自己的童年的 孕婚 原生家庭 從小到大 對 但很多男人不知道這一點 然後我們這個地方呢 妳喝了酒之後 妳會放鬆心情 是 然後有一點像 大人的相談所 我們會放鬆心情 然後問妳這些事情 然後妳想跟我講妳就講 妳不想講也不勉強 對 所以其實 因為亞洲人都不習慣看心理醫生 是 我們這裡就有點像大人的心理諮商式的感覺 好好玩喔 疫情實驗所 我覺得還蠻需要這個 雖然聽起來有點像是心理諮商 但又不是這麼嚴肅的心理諮商 當然當然 但有那個同理 站在他的立場 對 那我們現在這一次看到華針書上 有這樣子的風氣 讓大家去想要了解一下 日式酒店的風貌 那也偷窺了一下 原來人家是這樣子 情慾實驗所是這樣子 條通文化其實在這一陣子 也被帶動起來 我倒覺得也蠻不錯的 對 不是只有這些文化喔 事實上妳還會帶大家去看看 周遭的環境 有一些歷史 有一些演變 對 環境已經也變得不一樣 對 而且妳知道這一波 疫情鎖國之後 我在2016年在帶導覽的時候 有130家日式酒店 早期最厲害的時候 2030年前有600多家日式酒店 2016年只剩130幾家 這一波疫情之後剩不到30家 九龍島光光了耶 真的 不會 華針書上之後再回到130家 但是說真的 一樣 我們接待台灣客人的方式 真的就沒有辦法像日式酒店一樣 這麼的細緻了 因為台灣客人要的不一樣啊 因為他們含酒權 也不是含酒權 就算他不含酒權 他也 我認真說的就是 台灣客人就是有台灣客人的文化 跟喝酒的風格 我們就算做日式的這一些動作給他 他可能也不見得會有 會有感覺 他可能哪裡會去丟旁邊的 也沒有 他只是覺得 這就是服務的一種 但是他可能會比較 因為男生永遠都是專情的 男生永遠都是喜歡年輕漂亮的女生 我們日式酒店的姐姐們 年齡層其實都比較高一點 然後他就會覺得 我付這麼貴的錢 然後來這裡 又不能摸 又不能碰 都阿姨 我是要來做這些 都有可能 所以如果你能夠理解 日式酒店在做什麼 然後你也覺得 這樣子的方式你可以 那就歡迎來日式酒店 謝謝直接拿 因為他有職業病 時間到了是不是 對對對 我看你酒杯拿走 我就想要乾一下 職業病你知道 他剛剛看到這邊 有那個水珠霧氣的時候 他就會要這樣子 旋轉有沒有 對不起 在擦拭對不對 然後我酒杯拿起來 他就要跟我乾杯了 你知道嗎 好啦來啦 我敬你啦 不是不是不是 謝謝你啦 我還沒講完 對不起 謝謝謝謝 希望大家有機會 還是到日式酒店 也許可以感受一下 不一樣的風情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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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心話你會覺得 女孩子不要來做這個行業 當然不要啊 沒有你想的這麼的簡單 對啊 台式酒店小姐也是一樣 就是大家印象中的 台式酒店小姐會比較 好像都不成長 然後都笨笨的 那是因為台式酒店的 工作壓力真的很大 她 情緒勞動其實很大 簡單來講因為 台式酒店是私台子 就是你錢櫃一樣包廂 你跟你兄弟坐進去 然後小姐排排站 然後你就這樣跳 這個不錯 這個坐下 然後四個換掉 你有想過那被換掉的那四個嗎 我今天出門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髮妝可以 我的髮妝也很好 然後我的衣服也很好 真的被變在點的那個感覺 對 然後 同事都認識 這個沒有我漂亮 這個沒有我會喝酒 這個沒有我好笑 結果他們都被點走了 剩我一個人 然後我再進下一個包廂 又被打槍了 所以我自信心是 每天被 在重建 好 進了包廂之後 又是另外一種挑戰 兄弟桌 客要桌 朋友桌 富二代桌 然後商務桌 我進去之後 又要開始面對不同的客人 然後給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方式 然後客人又會 逛我酒 你進去又要開始打太極拳 不要摸我 不要逛我 之類的 每天都在閃 喔 升到這個客人走了 好 換下一個包廂 然後我已經 有點醉了有沒有 然後 然後進去 好 又是另外一桌 不要不要 我沒有要抽K言 不要不要 不碰這個東西 你知道就是 久了之後 身體跟腦袋 真的都會生病 再來就是現在這個社會 因為疫情的關係 加速了線上 所以連陪伴文化 我們講的這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今天年輕漂亮女生 不會再去酒店上班 我只要手機一打開 濾鏡一打開 我就可以當直播主 當YouTuber 現在也是這樣便宜這樣子 誰還要去酒店跟你喝酒啊 男生 年輕的男生也一樣 我年輕的時候 就沒再跑酒店了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酒店在幹嘛 我老了也 不會跑酒店 在十年 十五年後 真正會留在酒店裡面的 是真的 底層社會的人 所以出來講就是 酒店這一塊 剛好是我可以發聲的機會 我們不是真的打悲情牌 而是你按照這樣的邏輯 推理下去 是確定的